另外回到新北市 新店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气爆之后 引发火警的意外 警销货报道场在屋内发现一名女子全身灼伤 送一急救之后还是宣告死亡 另外还有三名民众被波及受伤了 由于气爆的威力非常的强大 公寓四楼阳台的铁窗被炸飞到地面 砸到了路旁的轿车 起火的地点邻居有一名大概37岁的男子 右脚被碎玻璃的割伤了 另外还有一名年约70岁的妇人 左脚踝撕裂伤 还有一名29岁女子肢体擦伤 三个人送到医院急救之后都没有生命危险 火警扑灭之后 并且在屋内发现了一名年约40岁的女子 全身熏黑没有呼吸心跳 送往医院急救无效 火场初步鉴定 应该是阳台外面有三支的瓦斯桶漏气 引发气爆 确定的原因还要进一步搜证理清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频道